是谁说我观战红夫人又赢不了的 白鲁的红夫人有没有赢 其他红夫人的话嘛 本身红夫人这个角色难打 来观战一把 没记错的话 这个是兔子在打的 玩具野人舞女加古董 你别说 这一把红夫人还真不赖 一刀没打中 滑不走了 因为这套阵容的话 打红夫人 红夫人这边带的是个傻 他带的不是一个金身 他带的是个傻 讲道理 这个阵容 哎呦漂亮地道 带个金身会好打一点 球吻的话带个闪 金身的话呢 他这边是可以跟那个 就上来抓古董上正面高的 一轮就可以 可以把这个古董上直接带了 舞女的话 现在飞轮CD 应该差不多好了 这边的话先 滑不 哎 但是位置滑的不是特别好 或者说红夫人这边架的位置好 你在这个位置 进和退的滑步 对吧 你进 那刚好像这样子 滑到红夫人刀口上面 你退 其实 红夫人一波包夹 你一个滑步是到红夫人的这个实体的脸上的 所以说比较难操作 他可能还得再配飞轮这种 第一轮的一个击倒很快 台中场的镜子 一刀过去逼出古董伤的飞轮 野人的话 这边过来救人 这局红夫人只有一面 就这套镇容打红夫人 他不是很 很够硬 就 不对 不是够不够硬的问题 他是不够扎实 你也略不动 哎 飞轮 这波的话 这个飞轮是来躲闪现的 但是 这刀是什么情况呀 这刀被扭了 那红夫人抬镜子包 切 过来 要逼出闪现吗 哎呦 被卡 不是被卡摸 而是这边舞女在躲镜子 野人过来 顶得到吗 应该是带了戏弄 应该带了戏弄 这一轮的节奏上面来讲呢 红夫人是一个宝瓶 真剩 而且真剩面很高 我就想问一下 这一把 谁还说我看红夫人 他都赢不了 这一局我觉得赢了 该扰到密码机了 这边的话 玩具伤 被迫要救人 被迫要救人 这个位置 打针对 这么求稳吗 这波打针对 也行吗 但这波打针对的话 野人 这边要偷袭一手 先把跳板 哎 红夫人真的很求稳 这把 摔下棋子 三台多 有一说一 这一波 红夫人 她打针对刀 玩具伤保存一个满血 因为你不太好去抓这个野人 不太好针对这个野人 讲道理呢 刚才打一刀玩具伤 然后再 激到舞女挂飞的话 可能节奏命会大一点 现在放一个满血的玩具伤在外面 满血的古董伤 野人 第一呢 你针对他不好针对 第二呢 你真的激倒他以后 救下来他有二六的 不会赢不了吧 财劲找到了这边的玩具伤 这都给你看见了 转进 跟过来 砍竹 看得到吗 看得到 刀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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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过来 切过来有一刀切过来有一刀 这边的话野人状态不好 待会可以来救人 闪现是什么声音啊 现在的话玩具商这边一波拉开 一波拉开 不要倒这边的遗产机的话 其实密码机只差一台半了 但是红缝这边抬镜子 好像啊声音不够 切过来切过来回头 发板交闪现 有一个问题就这边是遗产机 这边是遗产机 野人的话50多 古董商这边的机子倒是没什么太大问题 野人的话拖一拖 野人拖一拖 野人这边的话待会上珠拖一拖 不要让红缝人逼舊就行了 野人这边拖一拖的话呢 因为古董商这边机子修完以后 他可以过来打的 看一下吧 我觉得卡半就不是特别有用 卡半就这边打针对刀 不如卡死 58的机子 这个机子呢差不多 但是如果说你卡死的话 红缝人这边就硬来 有一个时间窗口 这边还是选择卡半 还是选择卡半 但是玩具商这边的话 没有任何的自保能力啊 那看下一波吧 古董商 来看古董商了 这把的话 红缝人应该是赢了 因为这个点的话呢 怎么说呢 玩具商他当时如果说往前飞 会不会好一点 他往这边飞的一个原因 是因为这边有跳板 他本来玩具商的一个想法 可能是我飞过来绕一圈以后 跳板再回到船上面 但这个你得权衡就是 26 哎呦我去 好的 还是说这边的遗产机 不被干扰更好 古董商还能打一波 但野人这边倒地的话 应该这个局比较难了 能修多少修多少 拖一拖过去 哎那这个人救不了呀 这红妇人真的是兔子吗 这么猛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